大家好,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又到了毕业季 只是对高职女学生谢佩荣来说 却永远领不到毕业证书 时间回到2001年5月11号上午7点 就读高职夜间部三年级的谢佩荣 她一如往常从桃园的住家出门 要搭车前往台北上班、上课 结果没有去上班 晚上也没有上课 宛如人间蒸发 谢佩荣的爸爸妈妈迟迟等不到爱女回家 通报失踪人口也一直没有消息 谢爸谢妈一颗心是全悬在空中 依然决定要辞掉餐厅厨师的工作 将女儿的肖像制作成为大型的广告刊版 租了小发财车 就绕着台湾大街小巷找爱女 佩荣在那5月11日到早上失踪 请看到谢佩荣的人滑金到我们连路 有着发联啦 基隆啦 到处都这样各地都这样在找啊 哇 麻烦你 再怎么累我们也是这样子跑这样子找 可是至今都 似乎都没有一点消息 谢妈妈说 女儿白天工作晚上念书 半工半读来减轻家庭的负担 非常乖巧懂事 而且从来没有晚归的记录 突然失踪 让爸妈着急的请食难安 全心投入 全心投入 天天开着发财车 到处广播寻人 谢佩荣的人 你没有听到妈妈妈妈在 在叫你你赶快回来 不要让妈妈妈妈妈担心了啊 不好啦 当时尤其是人来人往的捷银车站 经常可以看到谢妈妈拿着传单 逢人就问 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谢爸谢妈是以发财车为家 走遍了全台各地 八个月 跑了大约十万公里 如果以环岛一圈 大概950公里来计算 十万公里呢 差不多是绕着台湾 跑了105圈 每天寡播找人 手上拿着传单 不停地发 心里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看会不会碰到一个鸡眼的话 让他赶快让我们碰到 赶快带他回家 走了八个月还是不放弃 谢佩荣失踪案 引起了媒体关注 一时成了社会瞩目的案件 当时甚至惊动了总统府 还指示警方调查 时任桃园县警察局长的侯友宜 也点名了当时连破五件命案 担任桃园分局小队长的苏敏鱼 他改变以往的查案方向 扩大苏家亲友的交友情况 也启动了专案小组 光是钓鱼这些资料 就花了三天三夜 找了亲民的证人 发现谢佩荣他的生活单纯 他的父母朋友圈也正常 不过 他的弟弟曾经与人结怨 苏敏一直觉 这恐怕就是本案 厘清真相的关键 我们就锁定这个 李学长还有这个 翁志明这两个犯选 为什么锁定李学长和翁系男子 这两个人和谢佳 又有什么关系 原来 李学长和谢佩荣的弟弟 他们本来是朋友 后来因为纠纷反目成仇 警方调出这两个人的通联记录 这下有经验发现 两个嫌犯在5月2号 4号还有7号 11号 案发当天 他们的通话基地台 都在这个死者家里的附近 所以我们就锁定这两个 直接出事的前一天 我亲眼看到他带嫌犯来我家 勘察地形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冲出去他们加速逃逸 说话的就是谢佩荣的弟弟 也就是警方认为破案的关键人物 从谢弟的纠纷 再追查到 李学长和翁系男子 在谢佩荣失踪的前几天 两个人就密集地出现在谢家的附近 到底有什么目的 警方在将两人约谈到案 再分开来征讯 拿出通联记录一一试探 试图要瓦解这两个人的心房 李学长的部分是比较狡猾 翁志明这一部分是比较 比较容易来突破 因为他心房在动摇嘛 所以我请他周圆以后 他就一无一时地跟我交代 李学长邀翁系男子 原本要绑架的人是谢佩荣的弟弟 埋伏好几天 发现谢弟的行踪难以掌控 反倒是谢佩荣作息正常 所以两个人决定了要改抓谢佩荣 所以5月11号的清晨 谢佩荣他一出门 就被躲在对面的李学长给盯上 通知翁男开车拦截 他就打电话给翁志明说出来了 所以翁志明才从车上跳下来 前面阻止他 后面李学长后面到就把他推上车 谢佩荣一被压上车 就被蒙上了眼 封住了嘴 双手还上了手铐 而依照事前的规划 车辆一路地开往山区的公庙 一个人烟稀少的地点 没有想到 偏偏遇到了上山运动的民众 两人怕这个声响会惊动到其他人 而让范行曝光 所以 车辆又转回到李学长他的住家 强灌磨成粉末的安眠药 两个人还在研究 如何跟谢家勒索 没有想到 谢佩荣的电话突然铃铃铃响了 两个人还来不及反应 谢佩荣是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之下 居然接了电话 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通电话 玉达桑子那个同学就打电话给他 问他说要送给老师的礼物 那个钱什么时候要交 他就说等到六月二号毕业那一天才 才给他这样子 李学长很翁信的男子吓了一大跳 还好发现谢佩荣他没有说出被绑架的事情 这时候翁信男子害怕司机败露 决定要退出 而且还提议放人 李学长他就重用 谢佩荣那边钱包搜刮到的2000块 打发了翁男 接着李学长独自的用棉被包裹昏迷的谢佩荣 藏在后车厢 然后沿着炉竹的方向开 打算的将人就丢弃在荒郊野外 谢佩荣原本可能有机会保住一命 却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而根据李学长他的供词 他因为是尿急下车 没想到谢佩荣这个时候突然醒来 而且在呼救 李学长一慌决定杀人灭孔 突然间谢佩荣申请过来 叫救命 他才上车用棉被给他污渍他的嘴笔 这样给他闷死 埋尸的现场是一处荒废的军用靶场 李学长拿了工具也挖了坑洞到埋尸 正在脱下死者的衣服 突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况 又把李学长吓了一跳 本来外套给他脱掉的话 就是比较没有证据嘛 可以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嘛 所以这一部分 他说要给他脱掉 结果眼睛突然睁大 瞪他好像很凶悍这样子 所以他一时吓到就不敢 才会放弃把外套脱掉 就直接埋下去这样 已经死亡的人怎么会突然张开眼睛 难道是死不瞑目吗 没人知道 不过 李学长从此常常夜不安眠 老是梦到了谢佩勇的睁眼那一幕 据说还求了许多的护身符藏在棉被里 简井下午也在嫌犯李学长的家中 找到一把刀子以及疑似用来闷死谢佩勇的棉被 而最让办案人员吃惊的是 李学长还每天盖着这床棉被睡觉 这床棉被也是犯罪工具 没有想到李学长拿来杀人之后 他就拿回家洗一洗 晒干了 他又继续地盖 每天晚上就是盖着这一条棉被睡觉 然后棉被里面塞了好几个求癌的平安符 是不是很离谱 说到这里到底李学长和谢佩勇的弟弟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李学长居然要用这么极端的手段来报复 时间回到2000年10月 李学长性侵了谢佩的小女朋友 所以被谢佩殴打 再签下了本票50万作为赔偿金 李学长不但没有反省 他反而找了翁姓男子 扬言要对谢佩报复 打算绑架谢弟要钱 再把赔偿的50万给赚回来 结果对谢佩勇下手 而且绑架当天也就是5月11号 谢佩勇就出事了 也就是说谢爸谢妈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辞掉了工作全台寻人 李学长根本不给谢佩机会 再由他对一个这里的丹顺的小孩 他下落手了 后来在挖掘谢佩勇遗体的过程当中 也是状况连连 书明瑜回忆 挖掘死者的尸骸 先是挖土机开挖不顺 一下子怪手莫名的故障 一下子操作怪手的司机身体不舒服 搞得现场人心惶惶 书明瑜决定 点香拜拜之后 挖土机换边挖 没多久挖出了一包东西 当时我就跳下来 然后再摸这一包的东西 我发现说是骨骸 把它拉秤 拉开了以后 看到是一打一打桑子的那个致腐 埋尸八个月只剩一堆白骨 更让双亲难以接受的事 尸骨不全 疑似遭到分尸 事实上 这家曾经开着发财车经过了埋尸的附近 当时谢妈妈她突然的心情沉重 现在终于明白是母女怜心 即使往生了 还是会感应到 情绪激动的谢妈妈还一度发生禁乱 让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他们相信这是谢佩蓉透过母亲 想要传达她的冤屈 妈妈现在要 叫妈撞不住了 佩蓉妈妈知道你很温柔 她跟我说她很温柔 她有嫁妇的 妈妈这边出来了 别把妈妈撞掉了 别把妈妈撞掉了 杀人原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想到通年记录泄漏了行踪 加上后来难以解释的巧合 也让警方抓到了凶手 白骨在透过DNA鉴定 也确认谢佩蓉的身份 主贤吕学长被以掳人乐熟 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翁姓男子则是判了12年 有期徒刑 人的那个骨头 都冬丢丢丢丢丢 都好像把他 杂杂粉丐这样 大家说杂杂粉丐这样 不舍女儿 谢爸爸坚持要找回 属于女儿的全部 一产一产 慢慢过滤沙土 这时谢佳开始怀疑 吕学长真有能力 一个人扛尸埋尸吗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共犯 没有曝光 而在开庭的过程 还一度传出 谢佳遭到了恐吓 但是无论如何 难掩白法人送 黑法人的悲哀 谢佳后来是搬离了桃圆老家 不知道还要多少的时间 才能抚平失去 女儿的伤痛 而这起曾经看动 台湾社会的重大刑案 由于女学生的 双亲沉痛的呼吁 警方要重视 失踪人口协巡 所以警方在民国 91年94年两度修订 失踪报案改为立即受理 简单说 最大的变革 就是警方的不分辖区 不得拒绝失踪协巡报案 争取失踪民众的活命时效 这是谢佳遭命案的故事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别忘了订阅 台湾大搜索频道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您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跟您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 还想管制网络 前置言论 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 民进党关得了中天 关不了明星 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